燕离是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也就是知苦而求离苦的意思 初学佛的人必须要有燕离心,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修行佛法的重要和必要 我们要燕离的,是对于来自心理、生理、人际关系、自然环境的种种矛盾、摩擦,而引起的许多烦恼、痛苦 燕离是修学佛法的初步,也就是知苦而求离苦的意思 佛陀他成就以后提倡我们人世间人人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有福慧的生活,都可以成佛 这个理念,这个提倡给了我们人世间很多想要了解生命的人 想要得到享受生命这种幸福的人,一个非常好的大方向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上,很具体的,那就是具体的生活,食衣住行,还有各种人际关系 那么在人间还需要有创业,有家庭,有感情,有各方面 那么就在这么多的需求努力的当中,我们要让这些需要的内容把它结合在一起 成为我们这一生能够完成这一生的福慧的生活的话 那么这个是需要一点智慧,需要一点学习 佛教刚好提供这个教育 逃避和厌离不同,逃避是不想负起应有的责任 不敢面对现实的生活 如果我们能够厌离烦恼,就能逐渐的离开烦恼 多离一分烦恼,便多得一分解脱和自在 自在的程度越深,烦恼也就越轻 最后变得就近解脱 时方新闻记者莱伊荣台北采访报道